誒好扯 這樣轉一下五十幾個死掉了 不是 太浮誇了吧 好啦 OK 各位 那我們現在準備先來介紹一下 好啦 簡單來講呢 就是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就是潛龍賽季的新單位 然後還有就是幫忙他介紹這個新模式 這個這次賽季呢 他有東方的一些單位 首先是這個三星的飛火營 我跟你講 他這個東西 就是火衝長矛 給大家看一下 他可以幹嘛 超級帥 他裡面有這個劇情介紹 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他在幹嘛的 你看 說別人會爆炸 然後可以開槍 還會噴火 有沒有 這三星兵種是不是有點強啊 他的技能呢 是真的蠻酷的 20年飛火槍 天下無敵手 那這個東西 他這個飛火營啊 他主要這個飛火槍就是 前面是裝那個火藥桶 然後有分這個噴那個鐵砂模式 跟噴火模式兩種 然後衝刺 撞到對方的時候還會爆炸 然後這個東西 我們會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我還沒把它煉滿啦 因為我把資源投資在我們的這個四星單位 四星單位是這個 破殘猶生 很像那個魯智生有沒有 拿那個月牙彎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角色到底怎麼樣 魯智生本人 噢 噢 月牙慘 對對對 月牙慘 我想想看 生人 大賀一句 賀什麼東西 我就不唸出來了 傻家 然後他又說什麼 然後什麼皮的 魯智生 如果讀過水浮傳的話你就知道了 才頂 今日方知 我是 我 我是我 今日方知我是我 什麼鬼東西 然後 他這個角色阿很酷阿 他就是這個 有點類似 算是 扛線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 又可以回復他的那個什麼講 兵役的這個狀態 我看那時候點天賦有看到 就是他的 他數量不多 但是他攻擊跟防守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另外一個五星單位 這個目前還沒開放啦 不過還給大家看一下 他 這個現在還沒有預告片 但他是關刀騎 關刀騎聽說很帥 真的非常非常帥 他就拿那個大關刀 然後騎著快馬加鞭啦 直接把別人砍了兩半 然後他這次賽季有個新玩法 我們就是要來玩這個玩法 冠軍寶藏這個模式 那這個模式的話是每天晚上 然後這個模式還蠻特別的 就是之前我們的模式一般來講 都不是都是有你自己都有一定的單位有的沒的嗎 那他這個模式其實給新玩家來講的話會蠻舒服的 是因為他統一值直接開到900 然後你全兵種都開放讓你玩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有些東西 比如說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熟 你就可以直接玩這個模式 他裡面所有東西都可以玩到爽 然後他組隊人數也限制在三人裡面這樣子 而且不耗兵裝 好爽喔 可以部署兩門器械 可以出陣五星冰團套裝跟裝備都沒有差啦 所有的 喔連器械也是系統提供欸 那我可以架啊 應該要架一下才對啊 他說這個連續獲勝可以獲得 喔連續獲得戰鬥勝利可以獲得星星 所以如果你三場贏的話可以獲得到這個金紫寶箱嘛 我們先帶一個大盾上去推車子好了 這場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那個啊 這麼多觀眾啊 對面 有一堆 耳聲在對面 完了 有內鬼了 沒事啊 那你要開城門讓我進去嗎 啊如果大家對這個賽機這個模式啊 或者說新的兵種有興趣的話 我也是蠻建議大家可以回過玩玩看啦 至少這賽季玩起來是還蠻 還蠻有趣的 這個模式 搭配新兵種 又回到東方賽季了 玩一玩 體驗一下 哇塞 怎麼有人帶7.5啊 有人開城門了開城門了 靠腰 跑出來了喔 走啊進門啊 大門口沒人啊 我們走了啦 大門口沒人啊 走了啦走了啦 在炸啦 幹嘛啦 幹嘛下馬啊 下馬PK啊 下馬PK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來 欸欸欸 雜空 欸欸 雜空 欸欸欸欸 很痛很痛很痛 衝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唷打打不忌點喔 不久 不久 唉唷 激流攻擊 靠要是又換木刀出來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過分了 這過分了 好了啦 好了 好了啦 好了啦 幹 掰掰 啊 沒事 至少我目的達成了各位 我剛才那一波撞擊 是不是也是 成功的 捅破了 捅破了對手 唉 不好意思 呵呵好險好險好險 沒事沒事 我們現在要打最後旗幟啊 看 看 BK喔 為甚麼沒戳到 欸 贏了 好啦 那 我們最後面呢 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就來實際去玩玩看好了 因為剛才 有介紹那三個兵種吧 可是我們還沒有實際去摸一下 我想說先摸摸看了 我們先試這個吧 電視過會噴火的氣齒大槍嗎 火速之源 還有這麼多火速之源 他這個點滿好像可以再多加四個人 對不對 會再會再多四個兵 他這個兵團其實人數蠻多的 這個兵啊 這次賽季的新兵種 我們剛才沒有介紹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功用是甚麼 刺 蛤 還會流血 這麼刺的嗎 蛤 蛤 甚麼鬼東西 噴火那麼強啊 起火率不高就對了 打藍的可以吧 三星場 三星場這個應該蠻強的吧 三星場我覺得這個 應該也是必出之兵了吧 打那個小盾兵 那步一步他就燒起來了 還可以這個把別人擊退耶 哈哈這個丙兵票票滿好笑的 除了大盾喔 基本上都嗑爛 都要感覺很強啊 體質差也無所謂啊 蛤 魯智昇才九個人 這才九個人而已喔 這遊生才九個人 這麼少 來 我看一下 他的這個 一技能是可以少開敵人喔 然後 發動招式中會批飛 所以我們先按二看看 二是怎麼樣 蓋頂 然後這時候按一 批飛 哇靠 蛤打那麼多下的嗎 寫不斷二技能格擋值很可怕 真的假的 這個會有格擋效果是不是 好試試看 防戰士加末刀的合體喔 唉唷 按二 不停蓋頂 不停蓋頂 然後一 咚咚 咚 可以一直用喔 老大安安 三個一隻 哈哈哈哈好可愛喔 咚咚咚咚咚 可以一直開喔 唉 哇塞直升機啊 這個感覺超強啊 二招無腦銜接 唉 好像 有一點強欸 實戰看看 好我們開開開開 好大家來幫忙測試一下吧 和尚超渡團 你們準備一堆大盾好了啦 就大家 大家全部選大盾 然後我們全部選和尚 我們來切切看 我感覺一定很好玩 顛風扇一直轉 看很有趣 來開門開門 請開門 來請 請準備好你的盾 我要開轉了 我要開轉了 要站一排嗎 全 全部站在一起吧 全部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15隊站在一起 好 我們試試看 一定很好笑 哈哈哈哈 密集 密集 我們來試試看 等一下我們一起轉進去裡面 好密喔 哇靠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盾 全部擠在一起欸 來喔來喔 走囉走囉 轉轉轉轉 轉轉轉 哇賽 欸 有點強欸 我就一直轉就好了嗎 欸好扯 這樣轉一下五十幾個死掉了 不是 太浮誇了吧 好強喔 欸可是如果你按一阿 批下去他會受傷欸 你按二反了他就 他不怎麼會扣血 哈哈 瘋狂的轉 哈哈哈 滿地和尚 跟盾兵 太好笑了吧 這畫面 這畫面超好笑的 這個兵真的是無腦操作 就可以打得很爽 不過還是要看啦 你如果站位 站不好被對方衝上來打 或者是被場槍戳到你 還是會死掉 好啦沒兵了啦 好 有空再跟大家玩啦 大家加油加油 OK 那 這次這個戰役潛龍三合新賽季呢 大家就可以進來自己體驗一下 包含說那個 寶藏 這個寶藏的這個活動啊 那個一定要玩玩看 冠軍寶藏他 九百統獄 可以隨便帶任何兵種 而且不用練 就直接兵種就是滿了 其實那個模式還蠻不錯的啦 又可以獲得到經驗值 而且又可以練練看兵這樣子 可以試玩看看 好 好